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 连战在从马英九执政的这几年来 连战的表现 以及连战未来还能发挥什么样的功用呢 我们今天深入讨论 介绍特别来宾 首先介绍资深媒体人王创夏 创夏你好 崇青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马西平 西平你好 崇青好 大家好 我们要先来看一下 其实连战在马英九当选之夜 他说了一段重要的话是什么 一起来了解 国民党继续执政 是有重大意义的 这也是我们重新要再坚持 要建立一个完整的 完全的一个联能的政府 我们尤其希望能够维护两岸 和平友善的关系 我也很希望 我们民进党的朋友们 不要有太大的挫折 因为我是以很诚实的心来讲这个话 因为任何的挫败 或者是实力 总是有他一些原因的 总是有他一些原因的 成功有成功的原因 挫败也有挫败的原因 小的地方比如说是赛数 大的地方比如说是战略 这种思考也可以借这个机会 来做进一步的检讨 这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 我所提出来的一些建议 在2012大选当天投票结果呢 有两个人的谈话 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 一个当然就是落选的蔡英文的谈话 另外一个就是国民党的荣誉主席连战 因为他特地针对民进党落败了 他要他们不要有挫败 他认为这是有很多问题可以在检讨 其实以连战这样的一番谈话 其实令很多人是印象深刻 其实基本上我们这样讲 过去的时候连战在台湾人的心目中 就是一个他家非常有钱 然后是公子哥儿 但是经过了这一段日子以来 我在新新闻上就写了一篇文章 连家不管是连战 连胜文 蔡依珊 他们在台湾的最大资产就叫做格局 那格局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在2004年 当时我们在新新闻的时候呢 惯例都会请易金老师 刘君主老师 谱一个未来的一个 所有的运势的挂 当时他谱的挂很有趣 他话说连战的运势将要升腾 陈水扁要下滑 那时候就是刚好是那个大选嘛 结果319枪击案之后 连战落选 陈水扁连任 那时候很多人就嘲笑刘君主老师说 你不准 你不准 可是我们从大时间来看 过了第二年 2005年 连战跨出了历史第一步 霍兵之旅 他成了一个历史上 永远会被记载的一个人 然后到了2010年的时候 他的格局更大了 连胜文被枪击的时候 作为一个父亲 大家都觉得感同身受 可是作为一个领导者 他站出来 在那个死人里面 抚慰了全部人民的心情 然后到了这一次呢 宋楚瑜一直寄希望于连战 我们也都知道 他们在枪击案之后 对于马英九的心中的不满 夺魔的深 可是连战站出来 大局为重 集中选票 连胜文站出来 要怨谁比我更怨 可是我是大局哥 大局为重 那一路就把马英九最后的气势 全部的集中起来 大家对于马英九的不满 不管怎么样找到一个宣泄口 到最后一个晚上 他竟然在这个时候 不是因为谁最恨民进党 连战最恨嘛 两次的大位都是民进党 可是你看到他 在此时此刻 他不会忘记掉 他已经是台湾的一个大家站 他的格局高度 会鼓励民进党 所以台湾在这个蓝绿二斗 二十几年下来 我们本来是学着说 李登辉以前叫做 一个半的党主席 应该台湾社会有一个仲裁者 可是现在发现说 李登辉越来越走向偏锋 可是这个格局越来越高 真的如意挂所讲的 运势将升腾 就是连战 他如果这种格局再下去 他有机会 未来成为台湾真正的公道伯 是 没有错 像上下所说的 其实连战这几年的表现 其实是让台湾人 是为之一亮的 认为说连战 其实在过去2000 2004年 等等他一路的政治路走过来 大家对于有 他有另外一种的刻板印象 但这几年连战改变了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 连战这几年的一些重要表现 明年的这个选举 不是三分天下的选举 是两党 两党对决的一个选举 连战加油 是青年政府 我们是青年政府 和贪腐集团的一个对决 把我们的选票集中起来 选票集中起来 全部都给中国国民党 其实两岸四季的朋友 在看到台湾的这个选前之夜 尤其看到连战 以沙哑的声音 去力挺马英九 他们印象相当的深刻 刚创下也提到说 其实连战这几年来 有他的高度 包括我们这边做了一个整理 这一次他在 马英九当选之后 马上鼓励民进党 不要气馁 而在宋楚瑜的一个 最后的一个状况里面 他是呼吁泛兰 不要分裂 另外他在所谓的 这个连胜文的事件里面 那个时候当下 他说天佑台湾 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 影片里面 他其实生病了 但他抱病 怎么样都要力挺马英九 请西平谈一下 不一样的连战 是不是这几年 已经都改变了 因为连战这几年 有个最大的特点 他把名利看淡了 这点是最重要 因为把名利看淡以后 一个人 他的深度 他的广度 尤其是他的高度 都相对的增加了 你知道 连战对马英九 是不满意的 因为他 满意都叫他老师 那你这个弟子对老师 基本上很多地方是不尊重的 第一个很多地方是排斥的 创下记得最清楚了 就连当选那天晚上 这么兴奋的时候 他有没有理连战 没有 周美清 周美清帮了他 去报了一下连战 所以很多这种 细微的动作 都有周美清 来礼节周遭 帮他 那连战在不在意这个 我告诉你 以前连战会在意的 我觉得 现在他的格局 他已经不会在意这种东西了 还是因为说他也够了解马英九 对 你看 他当了解马英九 你看连战这几次 我觉得很棒 他出来讲宋楚瑜的时候 人家给他说 你要不要呼吁宋先生弃血 他说我不能讲这个话 因为我讲这个话 是看不起宋先生 你看 哪一个其他政治人物 就是刀刀剑骨 先到选拟最无关 他还维持那种胸襟 我一定要给你讲个故事 就是当年李登辉 见连战 他说连战叫我辞党主席 越快越好 后来我有机会 问连战这句话 连战只回了一句话 他说 你相信以我的教养 我是会讲这种话的人吗 我听到他提教养 我就很兴奋 台湾其实现在政治上 最缺乏的就是政治教养 连战现在这几次出来 我告诉你 我认为最重要就在这里 他展现了一个政治家的教养 我很喜欢 双人家讲一句话 双人家双人家讲 有的台湾有的人 不要说政治家 连政客我都不愿意用来形容他 对 他把台湾政治玩烂了 连战现在反而越玩 格调越高 位置越高 我觉得是值得尊敬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连战最经典的 也就是连胜文重子弹的那一页 连战的表现 拜托大家 我的儿子这个时候 正在这个医院里面躺在那里 情况还不明 我也不要再讲什么话了 我支持郝龙斌高票当选 其实我们回顾当时的情景 那时候其实连胜文刚中子弹 就像刚希平所说 一个父亲的心情是何等的紧张 而且那时候还传出说 其实连胜文的状况还未明 但是连战还是上了台去帮好龙斌站台 其实连战在那个连胜文那一次 给台湾政治还有台湾民众一个震撼 什么样的震撼呢 就是说我们很多政客呢 或政治家或不是政客的人呢 他们都觉得说讲得妙就好 可是连战那一天呢 他是不但讲得对 而且讲得好 他从过去的所谓的宋楚瑜 骂他连阿瑟一个玩话者帝 到后来变成一个连爷爷 他真的越来越像台湾呢 一个稳定民心的一个中流理主 所以说我们要来谈一下连战的改变 我们请教一下希平 就你在政治上的观察 你觉得连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开始了有现在连战的表现 连战的出现 我觉得他以前对这个大卫 他是确实蛮想的 后来呢 我想说他把精神放在两岸 他总共跟胡锦涛总书记 见了六次面 他开始在2005年 第一次到大陆去之后 那么跟连战会提出五项愿景 然后送了三项大礼物 熊猫啦 买台湾的果菜啦 反正分成三项大礼 然后我觉得他觉得 他可以做一番事情 就在两岸之间扮演角色 他突然觉得民力不重要 能不能为台湾人民做事重要 他开始把台湾跟两岸放在心里面之后 我觉得他的那个气度就出来了 我跟你讲 今天我们就拿两颗子弹来比好 阿扁那个子弹一划过去之后 发生两件事情 第一个领导人的幕僚长邱毅人 用神秘的微笑 子弹在领导人的体内 哇 这多恐怖的事情啊 连宋去看阿扁的时候 那就是一颗子弹这样划过去 那不能见客吗 就他把连宋挡在大门外面 不见客 非常无理 但是连胜文枪是从脑袋灌进去 他在郝龙斌场讲什么 他说 他说现在情况不明 所以我不要再讲什么话 情况不明我就不能乱讲话 那我只能够说 愿老天祝福我们 祝福台湾 祝福所有的老百姓 没有任何挑动的煽动的指责 或者是故意把这个脏 摘到民进党身上的那种味道 全部都没有 还给他讲情况现在是不明的 不像这个民进党 在阿扁两颗子弹 就做出那种各种动作 要把这个张摘在两个人头上 哪两个人 国民党 中共 就要把张摘在这两个头上 来吸取选票 所以那种气度跟高下 在两次两个子弹里面 表现连战跟阿扁 一眼就看出来了 所以说很多的政治事件 还是要从历史的角度 在回顾的时候 很多事情就见证章 而连战这些改变 跟两岸有非常大的关系 连战的破冰之力 我们稍后回来进一步讨论 走进台湾 带您关心台湾市 在这次2012大选里面 国民党的荣誉主席连战 再次让所有的台湾民众 看到了连战的高度 也成为这一次 所谓的政坛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典范 所以我们继续来谈连战 刚刚西平有提到 其实连战的一个转变 对于他2005年的破冰之旅 是个关键 所以我们来解一下 2005年的破冰之旅是如何 2005年连战与胡锦涛 这个历史性的遗忘 为两岸关系开启了新的奇迹 当时令人印象深刻的 还有一句爷爷回来了 爷爷你回来了 你终于回来了 连战幽默风趣的言谈 在大陆引起一阵旋风 小兵先生 讲到 改革开放的路线 要管100年 用他四川的话讲 懂也要不得 其实我们请教一下 这很经典就是连爷爷您回来了 其实这不只是说 给连战到两岸去访问的时候 是非常窝心的一句话 后来也成为连战的代表 大家现在看到 连战都会说连爷爷了 连战那一次的转变 他其实是经过一些挣扎的 2000年被陈水扁 和宋楚瑜的分裂 就败了 2004年到现在为止 不明不白的枪击案 又败了 他其实当时是有一点的 异兴南山 但是后面有很多时候就叫做 对连战来讲 拜也宋楚瑜 陈也宋楚瑜 因为宋楚瑜呢 一直想要找一个空间 但是他权谋过深 所以他竟然跑去跟陈水扁 他其实是最早的时候 宋楚瑜最想去登陆 可是去登陆的时候呢 因为他就有一点点权谋的 所以那时候很多人就跟连战讲说 这件事情你要去 那当然我们知道说 国民党 共产党 恩恩怨怨 如果能够化解 对两岸都有利 对历史都有交代 所以连战其实很挣扎 那挣扎最后他是找了很多人谈 谈以后呢他觉得说 这个是一个历史的使命 那他可能当时其实他很担心 他会万箭穿心 因为台湾当时尤其陈水扁那种 对立的情况 所以突然之间他决定要去了 然后去的时候 包含他其实在江炳坤先生 江炳坤董事长 八十大时候的时候都讲说 那时候他们好多的朋友 都已经跟江炳坤讲好 派江炳坤过去的时候 你回来被抓的时候 我们轮流帮你送饶饭 所以在那样一个 就是那时候有那样的氛围 非常紧张的两岸氛围 对在陈水扁一个 绿色恐怖的时代里面 他竟然做了这件事 那确实后面整个就过去了 所以他的一个勇气 突然有人要看到 第二个呢会让全台湾 当时觉得惊艳的是什么 就是说他在人民大会堂 跟胡锦涛先生见面的时候 那种不卑不亢 行为得宜 那种情况大家才发现说 原来真正一个领导者 不是像一个小鳖山一样那边施寒 也不是一个装可爱的 或一个故意拘谨的 就是在当时从头到尾 后面连战就变成了一个 台湾人台湾领袖 站出去的时候 一个基本的规范 所以一比较来 大家发现说 原来连战的那种教养 原来连战的那种 长期色外事物的训练 他家的学养和家事 原来他才叫格局高 后面他就一路走 但走走走 走到了后面呢 不管是对于马英九 无怨无悔 或是有怨 但是最后还是大局 慢慢的连爷爷 就成了台湾一个非常亲切的 包含连方雨女士 都曾经过去是台湾人 嘲笑的一个对象 可是慢慢大家发现 他的雍龙华贵 然后到最后 那个连胜文 曾经是一个 玩跨子弟的代名词 那到了后面 他的一个格局 尤其连胜文呢 就是在那过程中呢 当民进党 全力的攻击他家 和他家产的时候 连胜文竟然站出来 拍着自己的肩膀 跟女人小孩干什么 要来就来找我 大家就看到说 原来过去几十年来 大家对连家的一个刻板印象 恐怕需要调整 所以说我们继续来谈 其实连战的破冰之旅 带给台湾 什么样的一个贡献 我们这边看一下 包括国共合作平台的建立 包括开放大陆观光客来台湾 台湾农产品登陆大陆 以及促使大家非常喜欢的 这个熊猫团团圆圆 也来到了台湾了 你知道连战我觉得最重要的贡献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开辟的第二管道 第一管道当然就是正式的管道 但是你知道2005年是什么年 2004年阿扁连任对不对 2005年他就搞出了放弃 事不宜没有 这个两岸关系大倒退 大倒退门 第一管道门关起来了 这是连战适时的开第二管道 第二管道目前看起来是好的 为什么 团团圆圆在台湾受了大欢迎 农产品登陆跟大陆观光客来台湾 我告诉你有利的都是台湾 所以台湾人民已赶到农产品观光大陆观客来台湾 利感到要到农产品登陆的利 所以这也是这一次选举当中相当重要的关键 但是就是2005年连战先殿下的基础 最第一个就在黑暗的时候打开了一道光明的道理 因为那个时候阿扁把两岸搞到很黑暗 第二个就是他跟胡锦涛之间 先生之间建立了互信 这点是很难的 两岸之间一直最缺乏的就是互信 那现在两个人之间建立了互信 这很难 他们建了六次 我跟你讲最简单一件事情 IPEC 我告诉你不是连战的话 以曾经做过副领导人的地位身份 我跟你讲 对岸就是中共是不会让他去参加IPEC 为什么以前在阿扁时代就曾经要离原处去过 但是就反对 现在就是因为连战开了一个门 连战可以去了 所以将来我跟你讲 肖万长也可以去IPEC 这些都可以去了 所以连叶叶他是一个开门的人 但他开门的时候我觉得他又非常小心 他叫做和平之旅 你知道吗 他2005年和平之旅 他去之前有给包道格 事先有跟包道格聊过 让包道格知道这件事情 回来之后又跟包道格聊过 意思说我要让美国人也放心 让胡锦涛先生也放心 所以他做事是很安稳的 所以就让你觉得跟连战先打交道 你是放心的可以信任的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所以连战是让人放心的 我们来看一下连战几次跟胡锦涛见面的情形 这个连战他等于是代替马英九出席非常重要的场合 包括2008年的胡联会 还有2008年他也出席了北京奥运的开幕典礼 以及2008到2011年连战都代表马英九参加 IPAC也就是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连战都和胡锦涛见了面 所以我们请教一下创下 其实他们两个就像刚刚信平所说 建立互信也是之前他们所没有想到的吧 基本上可能是两个人一谈的时候 其实国民党和共产党他们本来就有很多很多的历史的情节 还有历史的了解 所以当他们一见面的时候才发现说最好谈 因为他们其实互相的信任 那另外一个就是连战他已经不再为自己 所以不再为自己的人到了大陆那边去 他所谈的一切 就不是为他自己在这过程中想要拿到什么回来在台湾 所以他在台湾受到信任 他的家族在台湾本来就受信任 他到大陆去也是一样不是为自己 所以胡锦涛先生也信赖他 所以变成说不管他有没有下掉 那个国民党的党主席变成荣誉主席 或吴伯雄先生接替他 国共平台现在是吴伯雄先生 胡锦涛先生说 延战是他永远的朋友 他们一年就要见一次面 可是这样一个管道呢 对于台海两岸呢 绘持更好的交流 更稳定的交流 当是好事 那当然不但是如此呢 所以现在呢慢慢的就发现说 廉家有后 所以变成国民党里面呢 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期待 如果说廉胜文能够代表国民党 参与更重要的一些政治竞赛的话 大家都会觉得说 那恐怕是国民党 往后一看 年轻人一辈的最好的一张牌 所以请教夏希平很有趣 廉胜文因为有他父亲 连战的这些政治基础 还有政治声望 廉胜文也没有可能成为接班人 还有连战同不同意 廉胜文的 现在第一个 连战将来不会 不会有任何重用的机会 马英九已经把他供到泰妙上 这是百分之一百的 马英九绝对 因为他剩下四年 他不必再看这些大佬们的脸色 可是连战的高度 难道不能让马英九再再度的 对于连战有其他的一个用处 七十几岁了也不需要了 他不会再让这些人 就封到泰妙里面遵从好了 但是廉胜文的问题 廉胜文下一步 我在那边给你打包票 台北市市长 就是郝隆斌选完之后不可能再选了 我目前看到的人选就是连胜文 但是廉家的态度呢 廉家一定会赞成的 一定会 保分之百会赞成的 然后当台北市长之后 那要看到台北市长 政绩做得怎么样 是 那才能够决定他未来 能不能再往前进 是 关键时刻 基本上呢 其实连战还有连方宇是心疼 是 心疼不代表说反对 当然都是跟台湾的政治的一个对立 正正的遏制有关 所以他才会怨嘛 这个黑金的问题 黑枪的问题没解决 可是呢 慢慢的从2012这次选举里面 我是觉得说 我们看到台湾的更成熟 当蔡英文 那么一个漂亮的下台背影 是 然后民进党开始 像许新良他们开始出来反省 所以也许到了再两年之后 台湾不再是 陈水扁时代那种疯狂 是 那个时候连战和方宇会放心 蔡英三会放心 连胜文就可以出征了 这次连战所表现出来的高度 也让大家对于连家 是不是还有后继之人 有了更多的想象 也有更多的支持 走进台湾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再见 走进台湾 由华发股份 独家特约播出 感谢's 感谢观看